嗨,大家好,我是佐 好久不見 人類從生下來開始就逃不出生老病死這樣的週期 我們都知道所謂死是生的終點 最終我們每一個人都逃不出死亡的命運 關於死亡,一直以來人們都是帶有恐懼、害怕甚至是敬畏的 而人們對死亡最大的恐慌不是在於死亡這件事情 死就死有什麼好怕的 而是我們大家都不知道死亡以後的我們會在哪裡 該何去何從 大家害怕的是未知 面對這樣的未知 每一個宗教、每一個地方都有他們的信念、習俗以及忌諱 而其中在一些華人國家就有這麼一個習俗 人死後不能讓貓或者狗靠近 尤其是貓、黑貓 這樣的忌諱有非常多理由 主要分為以下三個 第一個,貓和狗都是非常有靈性的動物 所以他們比起人類更容易看到不屬於這個世界的東西 像是鬼 因此如果靈堂旁邊有貓狗的話 可能就會有他們瘋狂咆哮的狀況發生 這樣的話就非常容易引起在場人們的恐慌 第二個,傳說中貓是地獄的守護神 而狗是二郎神笑天犬的化身 那如果今天靈堂旁邊有貓狗存在的話 鬼魂就不趕回來了 如果鬼魂不趕回來 也就很有可能會得不到超度 所以習俗上大家都會盡量避免有貓狗在靈堂旁邊出現 第三個,關於民間流傳的說法 當然這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貓有九條命 狗有七條命 當然死後生活還會殘留著一口氣 如果這時候有貓和狗在屍體旁邊 或者越過屍體的話 就很有可能會發生貓狗的其中一條靈魂 附體到屍體裡面的現象 使得屍體再次活起來 也就是所謂的炸屍 而炸屍跟復活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炸屍而再次活起來的屍體 就會像野獸一樣到處亂養到處作怪 那今天我想要分享的都市傳說 就跟炸屍有關 這個故事在中國非常非常非常有名 是中國的十大靈異事件之一 故事的背景發生在上個世紀末的哈爾濱 目前很難確切的推銷出一個事發的時間點 只知道大概是發生在1995年到1996年的期間 那現在就讓我帶你們來看看 1995年哈爾濱貓臉老太太事件 1995年整個哈爾濱可以說是人心惶惶 太陽只要一下山 路上就會一個人影都沒有 而造成這一切恐慌的理由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有屍體炸屍了 據傳言1995年當時有一位老太太 她就住在哈爾濱的道外區 那這位老太太她就跟一般的家庭父女一樣 有早起買菜的習慣 某一天她在買菜的途中 不知道什麼緣故 她就突然猝死在了街上 一大清早的老太太住的地方又比較偏僻 所以她這一倒下 根本沒有人會即時的發現去搶救她 她就這樣死在了街頭 這時候突然有一隻貓咻的一聲 從老太太的屍體上跳了過去 沒過多久恐怖的事情發生了 原本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的屍體 嘩的一聲做了起來 沒錯 炸屍了 但這還不是最恐怖的 更恐怖的事情還在後面 做起來後的老太太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或者說根本不是人 雖然她的身體沒有變 但她的臉變成了半人半貓樣 表情非常的猙獰可怕 老太太炸屍了以後 身體變得非常的敏捷 而且力大無比 咻的一聲就直接從她原本倒下的地方 跳了起來 跑走了 只留下了一名國小五年級的學生 在原地目睹了這一切 小學生看到這一幕後 完全不敢在原地多坐停留 馬上跑回家跟家裡的大人說 大人知道了以後 惡話不說 馬上召集全村的人 開始尋找這名貓臉老太太 但很奇怪的是 怎麼找都找不到 從此之後哈爾濱的道外區 就時不時的傳出 有小動物小朋友離奇失蹤的消息 大家都在猜測 這些失蹤案件一定和貓臉老太太有關 這個聽起來有點荒唐 也有點不可思議的都市傳說 到這裡畫上了一個簡單的句點 雖然聽起來很荒謬 但這個故事 確確實實在當時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轟動到 然後就連當時位在哈爾濱的數個國小 都分別特地召開招會 來接擊全校的學生 要求學生在上下學時 必須結伴而行 不可以單獨一個人在路上行走 另外學校還嚴格的要求 全部的學生都要在手上綁上紅繩 以免有不確定事件的發生 這樣的恐慌情緒 甚至還蔓延到了整個黑龍江盛 到最後有些家長還會害怕自己的小孩 會在上下學途中發生危險 直接不讓小朋友去上學了 那因為這是一個非常久遠的靈異事件 你要仔細的去追溯 為什麼哈爾濱會有這樣的靈異傳言 很難 我上面所說的故事可以說是目前為止 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版本 但你們也都知道故事都是循序漸進的 一個故事不會只有一個版本 如果說我上面所說的故事是最早的版本 那接下來我要說的就是流傳的最廣的版本 當時在黑龍江省靠近北部的小村莊 住著一戶幸利的人家 這戶人家雖然是住在比較郊區的村莊 但他們的家庭狀況不會說是窮困潦倒 就是跟一般人的家庭一樣 日子就是平平淡淡 至少可以餐餐溫飽的那種 老實說這在20世紀末的當時 已經可以算是很幸福的家庭了 雖然這個家庭過得還不錯 但是每個家庭都有每個家庭的問題點 而這戶李姓人家最大的困難點就是 他們家的兒媳婦是屬於那種比較有主見的 就以前的話來說可能就是有點不孝順 李家的兒媳婦常常會跟婆婆頂嘴 而婆婆也常常跟外人抱怨李家媳婦 就是兩個人有點不太合啦 自古以來婆媳問題都是很多家庭的問題點嘛 一直到1995年的某一天 婆媳兩個人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大吵了起來 那一次吵架吵得比以往都還要兇 兩個女人在家裡直接大喉大叫 吵到後面還直接大打出手 扭打在一團 場面非常的混亂 好不容易把兩個人拉開 但依然沒有人想認輸道歉 兩個女人沒有一個人覺得是自己的錯 就這樣不歡而散 兒媳婦父父氣回娘家了 沒想到只是普通的家庭糾紛 演變到後面竟然一發不可收拾 到了晚上 李家婆婆越想越生氣 越想越委屈 她不懂她辛苦了大半輩子 不求兒子兒媳婦給她安詳的晚年 但也應該孝順她 不孝順她也罷 兒媳婦竟然還毆打她 想到這裡 李家婆婆再也受不了了 她伸手拿起了一條麻繩 綁在屋頂上 上吊自殺 隔天一早 左鈴右射箭平常都會找起的李家婆婆 今天一直沒有起來 大家都非常的擔心 於是幾個好鄰居就想說 那我們來去探望一下李家婆婆好了 結果沒想到 走進李家的大門 拉開大門時 眼前的一幕 讓大家嚇了一大跳 上吊自殺的李家婆婆 表情非常的駭人 一雙眼半睜著 舌頭往外露 面部發黑 表情猙獰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外面是大晴天 卻不斷的有陰風一直吹入屋內 使得大家起雞皮疙瘩 看到這樣的一幕 沒有一個鄰居敢向前 把李家婆婆放下來 聽到自己的母親上吊自殺的李家兒子 聞聲趕了回來 一進到家門 映入眼簾的就是 被麻繩套住脖子 搖搖欲墜的母親 看到這一幕 李家兒子 嘩啦一聲跪了下來 哭得不能自己 那因為李家婆婆是寒恨而死的 所以按照他們那邊的習俗 不可以辦得太過於風光 總不能讓方圓十里的人都知道 李家婆婆是因為兒媳婦不孝 上吊而死的吧 所以在把李家婆婆 從上吊神上放下來以後 他們就決定要速戰速決 明天就直接下葬 當天傍晚 兒媳婦一邊覺得自責 一邊傷心的幫婆婆換上獸衣 在她換好獸衣 打理好一切之後 她就跟在婆婆遺體旁邊守孝的老公說 她自己想要先回家了 明天再來 畢竟婆婆是自己害死的 她真的沒有臉就站在遺體旁邊了 聽完她老婆的話 李家兒子並沒有多說什麼 畢竟她真的太難過了 所以她就直接答應她老婆的請求 讓她先回娘家休息 此時在李家靈台旁邊的 就剩下李家兒子 以及跟李家婆婆感情非常好的一位鄰居 他們兩個就住在靈台旁邊一起聊著天 想著李家婆婆生前的去世一起緬懷著她 聊著聊著 鄰居就不小心睡著了 兒子看到睡著的鄰居並沒有多說什麼 自己繼續安靜的守著笑 結果突然的 李家婆婆生前養了一隻小滑毛 趁著李家兒子不住衣時咻的一聲 越過了李家婆婆的遺體 並且在落地後 就一動也不動地站在原地 沒過幾秒 原本已經上吊身亡的李家婆婆 直釘釘地盯著平時跟自己非常要好的鄰居 並且靈活地跳向她 之後李家婆婆完全不顧就情地 用手爪把她給抓死了 另一邊看到自己母親在殺人的李家兒子 用衝的衝出了湖外 並且邊跑邊大喊 我妈诈尸了 说来也很奇怪 住在农村的大家平常都是非常早睡觉的 所以在半夜的时候有人将大吼大叫破坏宁静 各家各户的狗也一定会跟着汪汪叫起来 可是那一天很奇怪的是 没有一只狗敢叫出声音 都只敢露出嗯嗯的低鸣声 发现这样奇怪现象的儿子更加害怕了 他完全不敢停下他奔跑的脚步 一路冲到村里另一端跟他比较好的一户人家 到达那户人家后 他马上把事情的始末说了出来 并拜托那户人家收留他一夜 听完李家儿子的话 这一家人虽然不太相信 但会觉得说李家儿子没有必要拿这个来骗他们 在半信半疑间 他们突然听到绑在家门外的看门狗 一直嗯嗯嗯的发出低鸣声 于是他们就小心翼翼的拉开屋门 并把狗牵回了屋内 看着不断低鸣的狗 这一家人也开始紧张了起来 所以他们就打算 我们一群人就不睡觉了 互相陪伴彼此 等到早上我们再看看应该怎么办 天亮以后李家儿子就想着 这样一直躲起来也不是办法 于是他就找了左邻右舍陪他一起回家 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一帮人到达李家后 发现李家的大门完全没有关 所以他们就直接走进去了屋内 走到屋内以后全部的人吓到腿软 因为此时躺在李家的遗体不是李家婆婆 而是那一名昨天陪着儿子守孝的邻居 那一名邻居死状非常残重 整个肚子都被划开了 肠子流出了体外 而李家婆婆却怎么找也找不到 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从此之后 这个村庄就变得非常的阴森 而且时不时就会有小动物小朋友离奇消失 怎么找也找不到 搞得人心惶惶 没有人敢出门 后来这个事件真的影响太大了 原本只是小村庄的灵异事件 却严重影响到了整个黑龙江 据传言到最后还惊动了中央政府 为了平息这样的灵异事件 中央政府只好派出国家军队 去寻找猫连老太太 并在找到后 毫不犹豫的用枪将其打死 烧毁 一直到猫连老太太死亡了以后 这则灵异传闻才得以宣告告终 好故事到了这里终于结束了 那一定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非常的好奇 这个故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试图在网路上寻找相关证据 原本我以为我可以很轻易的找到 这一定是假的的证明 但没想到我竟然找不到 找不到就算了 反而我还看到很多网友 针对这个事件留言说 自己就是东北人 这个事件是真的 自己就是哈尔滨人 这个故事他从小听到大 甚至还有网友声称自己本人 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朋友 他们的同学 或者是隔壁的三大叔六大姨 看到过猫连老太太 看到这一堆一堆的留言 老实说我都有点怀疑人生了 原本我以为一定是假的的故事 竟然仿佛好像有可能是真的 但都市传说就是这样嘛 无法用常理来解释 虚虚实实 真真假假 信者横信 不信的我跟你讲再多 你也不会相信 好 对这个故事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2016年 以这个都市传说为背景 所翻拍的一部恐怖电影 猫连老太太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